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不对 就是谈嘛 好久没谈恋爱了 永远要在恋爱状态是吧 活多久爱多久 张承光 这个跨越许多年代 一直活跃在荧幕里的男人 他是奋斗里佟纳维的老爸徐志森 欢乐送礼小包中的老爸 他是那年花开月证园里的 一代如商徒未闻 都挺好礼的气质猛总 西红柿首富礼的精致二奶 他是富贵老爷 霸道总裁的代表 是成熟版的高富帅 为什么 陈光老师可以一直 从少爷到老爷 一直有标准的 中国人审美当中 美男子的形象 美我不敢自识 接受岁月在你脸上留下的这些痕迹 我是觉得在任何一个阶段里面 你能够引领风骚 年轻的时候 你红过一雪 到中年的时候 就那么短短的一段时间 你也是在投 老年的时候 我还是一样 我演的是投 我就永远那种自信 那种气场 我就摆在那个地方 所以才造就了我今天 这么霸气 欢迎收看 《阳光宝血》 《明人面对面》 专访张晨光 《潇洒到老》 如果让您演穷人 您觉得能驾驭吗 我很想很想演 因为我就想演 演一些不同的角色 有生命 有血 有肉的一些新的角色 为什么我一直在演这些 老爷霸总的这些角色 非富即归 这个是角色 他本身赋予给我的 所以我今天刚好 趁这个《凤凰卫视》 你们访问我 我跟各位导演要喊话一下 其实我是真的一个 很能演的人 又喜欢演的 如果你们以后有一些什么 穷困潦倒的这种 一开始就很穷的这种 不要说从天到地狱的这种 你不要找我 您的形象一看着 就是和时尚有钱 我为什么要那么倒霉呢 其实我没什么钱 你知道吗 但是我被人家认为 你还要再赚多少钱 你才满意 一直有黑粉这样子黑我 还没影响到您信心 我没有财务自由 我到现在都还没有自由 我财务自由的话 我干嘛还搞这个公司 马上七十了 我可以去到世界各地 我可以享受我的退休生活了 就是还有一份 对自己的要求 这个要求就是 看看能不能再接一些好的角色 这些年张成光演了很多 有钱人角色 这和真实生活里的他 构成了强烈反差 你做标本的 没有 这什么时候吃个苏西 那个 这个不会坏了 传说你家里冰箱 还有94年的鱼 还在里边 好 另外 它不仅是这方面 很多扣门地方 我昨天才问 这都是猪的衣服 别再说 他家里 他在家 炸了 炸了 比如说他家拖鞋穿的 也都是从酒店带回家的 这个不浪费 没有 这个倒没有 牙膏 肥皂 都是酒店里带回家的 这个他 你看上去 他很帅 很潇洒 这都是别人的 大老爷爷在家里面 还在吃那过期的罐头吗 其实这个跟我 跟我这个 从小的生活 经历是有关系的 因为在那个时代 物质不是很充沛的时候 我们家虽然很早有了冰箱 但是呢 在冷冻库里面的东西 冻了很久之后 也没关系 我妈她一样 她拿出来吃 不介意 对 包括到现在 我也是一样 只要摆了三五年的 你说那个炸酱 我拿出来这样子 只要热好之后 我闻一闻 没有什么异味 还是跟以前一样香 那我吃起来 就是跟以前一样香 它就没有坏过 当然这不是好习惯 很可爱的 你们不要学我 很可爱的 但是就很觉得很搞笑 有一些萤幕反差了 对 像我家里的衣服 很多都是以前都存下来的 以前的助理 经纪人帮我丢了一堆 我又剪了一半回来 我很节俭 真的很节俭 我都是 很多都是人家提供的 我要去的地方 不是很远的话 我通常我都是不行 要不然就骑共享单车 绿色健康 对啊 这样又可以 得到身体的健康 何乐而不为 那我马上有一个问号 您是演艺界长青处 一直偏约不断 那您又不花钱 用这么绿色钱去哪儿了 我所有的钱 还有这些房产 没有一个是在我名字下 通通在我太太身上 从三十年前开始 我卖了她一栋房子之后 她就怀恨在心 真是动了命根手 对 她说你就是个败家子 你就是个败家子 我是把她的房子卖了 然后呢 再加上我自己的房子 卖掉 我们换了一个大的 我说好 别骂别骂别骂 这个大的房子 我写你的名字 我不要 从那个时候开始 以后所有买的房产 通通通都是写她的名字 我无怨无悔 那您太太其实跟您在一起生活 当时你们结婚的时候 年纪也不小了 而且我知道当时要宝宝是非常难的 做也就是试管婴儿了 这个试管婴儿 其实说实在在背后的艰辛 在我们家她发一个生产劳模 这个奖章 非他莫属 至于有多艰辛呢 我在这边我也不赘述了 因为讲了太多的话 我怕你们大概也不敢再做这个 试管婴儿 真的 女人要做试管婴儿 你付出的贼心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大 包括打那个黄体树 包括取暖 这些事情 我们在这边 很心痛啊 其实那时候 心疼太太 对 结果是开心的 我记得那个时候 我坐在那个代产室的凳子上面 打开护士过来给我讲 母子俊安 我听了这个 喜极而泣 因为这一次是真真正正 真实的事情 我以前都是演的 以前是演的 那都是别人的 那这一次呢 是我真正我自己得到了 一个活生生的女孩子 我真的是喜极而泣 它是属于真实的 它不是虚的 我记得非常非常清楚 那时候我也不会带孩子 晚上都是我在喂 我起来喂 我起来喂 我来喝奶 不打嘴 快 拍 拍 他说你能不能小力一点 别把他肺给拍 心脏给拍坏了 急嘛 我那时候 所以在于带孩子这方面呢 我真的是 我觉得我师子很多 然后跟孩子这些相处呢 机会也是不多 我想大概就是把 跟他们没有表现出来的那种融合快乐 在戏里面我把它弥补出来了 大概就是这样子 所以演我这些儿子这些 我觉得他们是蛮幸运的 接触到我另外一个真实的一面 真的是 掏心掏肝的 都给感动我自己 那从这意义上说 演员这个职业 其实是让你的人生变得更完整 更为丰富 让我更加喜欢这个工作 更确定了 它是我一生奋斗的目标 八九十年代 那些红金一时的经典台剧里 总有张晨光的声音 八八年的情义无下 是当时红遍两岸三地的现象几电视剧 一正一邪 重情重义的韦康 让无数少女心疼又着迷 九一年的《京城四少》 主题曲《潇洒走一回》 成了超越时代的景点 也是这部剧 让张晨光爆红一线 与剧中《风神俊朗》的刘德凯相比 张晨光塑造的铁蛋一绝 甚至比《男一号》更丰满讨戏 此后张晨光仅身忠实当家小生 两风金钟实地 与同时期的寇世勋 刘德凯 马景涛 同为台剧宇宙里的四大天王 那个时候祖国大陆也是刚刚改革开放 所以台剧一下进来 给大家造成了很大的一些轰动了 比如说我记得住的 那时候很小了 有《情义无价》 那时候真的是放学以后 第一个时间赶紧回家吃完饭 就要看《情义无价》 对 以前生活有比较单调一点 看的那些剧 也所谓的样板戏 商业文艺爱情剧 少 所以当这样的戏一进来之后 让你眼睛一亮 颠覆你的三观 怎么可以这样子穿呢 怎么可以这样子说话呢 那您当时有意识到这个剧 在大陆有这么大的影响 我不知道 我根本不知道 因为消息还不是非常畅通 那个时候 我自己也非常震惊 89年我来到这边的时候 哇 一下了机场 那个海关人叫我签字 我说签哪 他把他证件拿来 就我帮他签得到证件 我说不能签 不能签 那我们到天津去 天津 我要吃狗不利包子 可是已经下午都已经 两点半了 关门了我就说 还有没有啊 可不可以帮我们再做一点啊 你看 韦康 有有有有有有 刷脸了 真的 我觉得 那个戏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红火的 人家说什么万人空向 这个我倒不相信 但是影响了那一代很多很多很多人 所以很快就到了《金城四少》 你说《铁丹》这个角色 《金城四少》他就是一个放飞自我的铁蛋啊 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你想想他是在鸡院里面长大的孩子 什么事他没看过 所以我爱怎么演我就怎么演 我们那个刘德凯演我大哥的 我看他那个时候看到他真的是帅 他就是一个大少爷的一样 气质很符合 所以当我在他旁边演戏的时候 我觉得我像一个跳蚤一样 蹦蹦蹦蹦跳跳 他就像一棵树一样 他也不变应我万变 我要怎么样去搓他 怎么样去逗他 那个时候我不知道他会不会说 陈光你这小子心机太重了 你知道吗 所以最终霍金中奖 因为《金城四少》是您不是他 是 很多和您搭戏的男一号 当时确实都是非常的轰动了 那您的持久力 这个也是无人能敌 就很多那种同时搭戏的男一号 那今天我们在整个影视剧当中 看到就少了 很多也改行不做了 您这个长青 这个持续 这是源于什么 台湾有句话叫做 就是细棚下待久 你在这个细棚下 你待久一点 所有的事情 它都是你的 欢迎收看 《阳光保险》 名人面对面 专访张晨光 潇洒到老 演员这个职业 他真的非常非常没有稳定 不稳定性太多了 没保障 那你是不是要做一些这个副业 但是呢 我投资什么 我做什么 我都失败 我没有赚过钱 曾经做过什么 我投资餐厅 失败 投资做卤味 失败 投资衣服 失败 投资做宝石 失败 都是以失败告终 但是呢 这一路走过来 我只有在我演艺事业上面 它能够保我温饱 到底是什么在支撑着你 你要感恩它 最后想一想 还是我的演艺事业 所以我就一心 我从四十岁之后 我就一心 就扎在这个里面 我不想任何事情 专注 专注 可是这样子 一路在走过来的时候 我再回头一看 别人都消失了 都没有了 真的 所以整个台湾 在当时台剧蓬勃发展的时期 刚好是您 这个失业发展期 可谓说这两个节奏 其实很幸运地合拍了 那个时候呢 它的制作成本呢 在东南亚来讲的话 算是首屈一指的 可是呢 一直到现在 它的制作成本 三十年如一日 牛肉面都长了 它不长 那个时候在台湾演戏 三十一厅 卧室 浴室 厨房 都是这样子搭的井 室内聚搭的井 然后呢 这个剧本呢 刚开始你会 还蛮有心意的 可是过了到第二代的时候 它又重回老路 就是讲一些相同的故事 拍来拍去对于我来讲的话 没有什么新鲜感 此处留不了爷 那爷只有往外跑了 千禧年之后 何拍片兴起 港台艺人们 纷纷北上寻求机会 张晨光出演了 《奋斗》里 佟大为的老爸 徐志森 来 跟着我坐 准备 准备 走 一 二 三 四 五 五 五 九九 一半 你 你知道吗 在华尔街那些真大街的人 在读大学都是体育民意 你得有这种气势 你告诉他们 这是我的 这也是我的 You get up here 懂吗 什麼需要給大家 謝謝 奮鬥所爆發出來的那個力量 有多大 我自己我都不知道 我有一次去國外去旅遊 啊 路濤的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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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多人在指了 然後我就知道這個戲活了 然後再一次我2011年決定 再回大陸 再回來 這個就是我的一個轉變 從2011年一直到現在 我就再也沒有離開過 對於老家為方 我不知道您有印象嗎 1989年我第一次回到的內地 一大幫人在那邊聚會 替我奶奶慶祝95歲的生日 我一直到2004年的時候 從上海開車 要去北京 經過為方收費站的時候 寫得很大嘛 為方收費站 我一看到了老家了 你知道嗎 就停下來了 我叫那個司機 我說來 停一下 停一下 讓我感受一下 那個老家的這個感覺 是什麼樣子 這個時候呢 就有一個人 咚咚咚咚 我把床子一咬下來 要不要買華蕃 這沈頭髮 我說多少多少錢 吳凱淺 老鄉 對 然後拿著吃 一邊吃 當時 那眼淚就 就掉下來了 想的是什麼呢 當時父親得癌 要走的那前幾天 那個回光返照 突然一下 精神變得很好 然後我就講說 爸 唉唷 好啦 這樣好不好 咱們收拾行李 下個禮拜 咱們回房去 再帶你回去 好好 好 結果沒過兩天 父親就走了 我想到的那一幕 我自己演的一幕 就掉下來了 然後再想說 下一次再來的時候 不知道是 是什麼時候 2015年嘛 我第一次回到了 薇坊 跟那邊的親戚朋友見面 然後也到了老家 去看過他們的祠堂 大家相見也非常的高興 我就想到 怎麼還有這麼多親戚 就跟第一次見到親人一樣 人多 熱鬧 激動 然後感動 就是這樣的心情 就有一種回家的感覺嗎 就是很親 感覺很親 從來 在讀高中 讀大學的時候 從來沒想到說 兩岸會通 然後 還能回來 還能這樣自由地進出 見到自己的親人 見到自己的奶奶 叔叔 這些堂弟 堂妹 所有人 過得也都很好 每年跑個兩三次 在這二十幾年當中 這個變化的真的太快了 真的是感到驕傲 這個按照我的名字 取得誠心傳媒 誠心誠意 這是他們辦公區 辦公區我們人不多 都是年輕人 都年輕人 長老先生 活力無限 對 然後這是我們直播間 老師 真麥 這個 這個就是真龍 我們賣的一些燒賣 需要來扯一下 要熱騰騰的出爐 比較好 這邊是會議室 選品在這了吧 應該 對 你懂 選品 但是公司人也不多 但是大家快樂地相處在一起工作 這個氛圍很好 年輕人幹的事 您現在都在幹 時代在不停地進步 對不對 然後您也要跟著與時俱進 多參與一些這個現代人 年輕人 他們在想些什麽事情 所以說我也把我自己 跳到這一行裡面來 前一陣子 熱搜榜上 突然有了張成光的新聞 這位銀幕裡的儒雅老矽谷 因為直播帶貨 被罵晚節不保 當場累撒直播間 對我的支持 我今天有這樣的成就 再次 再給你們 說成謝謝 謝謝 我 他們說我晚節不保 我不想 沒有 我有時候聽到 這些話呢 我就很 真的我非常相信 我一路走過來 三十幾年來 在我自己的這個演藝實驗上 我經濟演藝的 我把每一個角色 我都想把它 給扮演好 職業無貴賤 對不對 我是正大光明地在賺錢 我也不是去偷 我也不是去搶 然後做這件事情 我也很享受這樣子 因為你到了這個年 你還可以退而不休 不是老不休 是退而不休 一直還可以堅持地演戲 做自媒體 在這個年齡段的話 我非常享受我現在這樣的 一個生活狀態 您好典型的歲月藏經 你今天會對自己對話嗎 就給自己肯定 給自己打氣 會 直到現在 當然會 看到鏡子的時候 你最好 你是最好的 你是最好的 太可愛了 真的 你必須要這樣做 你不會老的 你還是一樣年輕 繼續堅持下去 繼續堅持下去